主席和我们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政府官员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蒋部长 请蒋部长 我在补充宣布我们大概剩下一两位 我们宣导完我们中午就不休息 好谢谢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今天就是我们在审查 这个瘀品健康福利捐分配跟运作的办法 那陈如刚刚这个曾委员 曾巨会曾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当你们今天要去修改第四条 那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各个项目 为什么有的增加有的减少 它总有一些的根据 那在你的理由里面呢 你并没有去把 你里面只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安全准备 要把它下降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长照 那对于这刚刚就是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补助经济困难者的保险费用 这个部分你在立法理由里面呢 完全都没有提到 所以这个部分就说 为什么每一项 这个要为什么要 譬如说你的全民健康保险 为什么要降到百分之 降了百分之二十 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那你是不是应该会有整个一个 一个预算的这个试算表 或是你们过去的决算或什么等等 就是说已经都够了充足了 所以我今天可以降到百分之二十 我们好像看不到 因为你们今天给的这资料 都是一堆的叙述 所以呢 然后一个数字 然后一堆的叙述 那我们根本看不出来说 为什么你今天所有的这个 全民健康保险的这安全准备 足够可以去降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那你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你总要一个完整的这种 所谓的评估报告吧 但是这些我们完全都没有看到 好像今天就是完全画 我今天要高兴增加多少 就是等于是我要降百分之二十下来 那这百分之二十呢怎么分配 然后就是每一项呢 大家就共有这个利益均沾 然后每一个每项去将 然后呢我不晓得说 为什么又去把这个 所谓的补助经济困难者的保险费 又去把它减少 那减少在这里面呢 你们的今天的报告里面 对于这个所谓的经济困难的 这个部分你们的说明呢 里面它的你们的这个预算的这个成数呢 又到百分之九十几 看一下 你们经济困难的这个部分 你是103年度分配数是19.65亿元 执行数是18.39亿元 执行率是93.59% 所以呢 那个所相差的6点多person 就是这个所要下降的这个部分吗 是 各位报告 因为按照我们从过去的这些数字显示 这个补助经济困难的这个保险费 大概就是用到5个percent 历年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从6percent把它降到5percent 因为那是从实际上的需求来看的 对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说 你今天做任何一个修法 或是一个改变 你总要有你的根据 那你的根据其实应该会有一些的试算 对不对 或是有一些的这所谓的评估报告 但是我们好像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依照你这个办法 你的第三条跟第四条是矛盾的 那第三条你上面你去看看 你们第三条的规定 迂品健康福利捐 依本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 用于迂农及相关产业劳工之辅导及照顾 以受辅导与照顾者应配合本法的施行 至无法继续从事于本法实行前 以从事于淤草种植相关之工作 且其配合符合本法之立法目的 防治淤害发生者违宪 所以你的第三条 你的这个所谓的淤品健康福利捐 它的用途是限于说是淤农 或是相关产业的劳工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减少抽烟了 所以这个淤的产业等于是说会萎缩 所以这些人的工作他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你为了去辅导他的这个 就是对于这些的产业的劳工的辅导跟照顾 那以及呢就是说没有办法继续从事这个的 这些相关产业劳工作的这些人 去给他这些辅导 那另外像说刚刚在讲的 因为你的抽烟 所以呢可能会造成 为什么会有这个 是不是会造成癌症等等 那这个今天我今天刻这些的 这些淤捐的目的 就希望你减少能够去抽烟 对不对 不是说我为了这笔经费 所以希望你鼓励大家去抽烟 那希望你去减少抽烟 为什么 因为你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罹患癌症 那你罹患癌症的结果 是造成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 所以呢我必须要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抽烟跟癌症之间的关系 还有我因为抽烟我去预防等等 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 你有关的可能是只有几项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跟这个所谓的预捐是无关的 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说 你要嘛你去把第三条 你所谓的预捐的这个 适用的范围去把它扩充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四条 你就不符合第三条的规定 你就不能够去编列 这个因为这个 这个阴害防治法 这个已经施行了一阵子了 那刚委员指出来的 这个第三条跟第四条 可能有一些干涸 那个我们再来 后续再来研究一下 对这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你们第四条的需要 第一个就像刚刚这个 政委员所讲的 税跟捐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税缴了之后 扣了之后 它是要归到国库去 是就整个会 放到我们整个预算里面去 所以刚刚这第四条里面的 很多的款项 其实应该用编预算 而不是用这个捐来的 那为什么能够克捐 就是因为它有特殊的目的 所以我才能够 额外克人民义务嘛 对不对 否则的话我今天抽烟 为什么要给你 我已经给你克烟税了 为什么你要再给我克一个捐 那你总要有理由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给它理由 就变成在第三条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子会 因为我今天把你 就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抽烟 对不对 你不要抽烟 之后就会影响到这个产业 那我要对这个产业去做辅导 然后你因为抽烟 你可能会造成癌症 所以我对这个癌症的筛选 或是人家吸二手烟 所以这二手烟 对整个一个工位的影响 什么等等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理由 所以我就可以去克你这个 所谓的这个捐的这个目的嘛 那结果你今天我把人家克了之后 你又去无限的去用到 跟这个无关的东西 那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在整个一个 财税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我不太可能说 我这里有一大笔钱 克了捐一大笔钱 可是事实上 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钱 那这里其实又会牵涉到 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钱 你为什么可以克那么高的钱 对不对 那你今天说好 那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你抽烟 所以我必须要克比较重的 就是以价来质量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就是要克重的 重重的捐在那里 那好 那现在重重的捐在那里 你的目的就是 你要说服人家 你克人家的义务嘛 那你的目的就是什么 你写在第三条 但是你的第四条 又超越了 愉悦了你第三条的这个范围 那应该是属于税捐的部分 应该是属于税的 国家的预算的部分 你用捐来支付 所以在这里 你在你的理由上 是讲不通的 所以这两部分 你们应该去 要求张家传学者 好好去研商一下 当然我们知道说 这个很好用 国家也需要 因为不可能把一笔钱 放在那里不用 然后这边国库这边缺钱 预算没钱 然后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说能够去检讨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对于健保的这个部分 因为最近也有人来澄清 他说我们今天呢 这很多 我们现在也知道说 很多人其实在国外 在国外上班 赚钱也在国外 所以他在国内呢 事实上是没有收入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 当他在国内 没有收入的时候 他是不是符合 所谓的中低收入户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 那个社家署 简书长 好 请简书长 跟委员报告 中低收入户在社会救助法 有一定的规定 我知道一定的规定 所以你就说 全家的总收入 他平均与这个 所谓全家的人口之后 他没有达到 这20%的税率之下 就所谓低收入户嘛 中低收入户嘛 中低收入户是 国民生活 那个生活费的 1.5倍以下 那低收入户是1倍以下 所以这个部分 他再去计算 他的那个收入的时候 在我们的社旧法 有很明显 很明白的一个规定 OK 那我现在问你 就是说 当我今天是双重国籍 可是他双重国籍 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嘛 没有错 所以是我们的国民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所有的收入 都在国外嘛 所有的收入 因为他就在国外赚钱上班 他就住在国外嘛 但是因为他在我们国内 有国籍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算不算是属于 就是中低收入户嘛 委员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国内没有收入啊 中华民国的来源所得 没有 就是没有零啦 然后他是中华民国以外的 那个来源所得 那就要看我们 在相关的一些 所得资料里面 有没有查到 他中华民国来源以外的 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 就是说 在你们在算 这个所谓的 中低收入的时候 或是说 在这些补助 补助款项 因为我们刚刚查了一下 其实我们对这个 其实我们还真的 可以算是这个福利国家 就从出生 然后包括健保 包括各种的医疗补助 这个 幼儿 幼儿补助 等等各种的 那这里面其实就会牵涉到的 就是说 就当然我们是 我们希望就往福利国家去走 那我们也希望是说 都应该要给一些的福利 但是他的前提是说 因为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我对这个国家 我赚钱 我有缴税 所以我对这个国家 有所贡献 可是当我今天 是在住在国外 我所缴的税 也全部都在国外 我在国内 根本完全没有缴税 但是一方面 我可以享受 我们所有的医疗健保 对不对 我只要回来 我只要在国内 还有户籍 我回来国内 我把那个健保费 把它补取来 我就可以享受 我们所有的健保 对不对 我们的部长 有关健保 我们是有一个规定 要六个月 六个月才能够再恢复 那刚刚委员提到的 你说六个月再恢复是什么 就是 就是他不是说 他从国外就回来 就马上就可以 他要有六个月的一个 跟委员报告 本来是四个月 现在已经改成六个月了 就是你回来以后 你一定要满六个月 才可以再互保 你是说要住在国内六个月 对 住在国内 要回来要六个月以后 才可以互保 回来以后六个月 就是你要进来 不能够马上加保 不能够马上加保 然后他回来六个月 然后呢 就只要 他加保以前 没有缴的不用缴 对不对 他如果停保的话 当然就没有 所以他 如果有负籍的话 一定要本来就有在缴会 好 他有负籍的话 本来就会有在缴会 如果他没有缴会 回来要追缴 好 那他原来有在缴会 我们的健保 是依照你的收入的 等级去缴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在国内没有收入 所以我就是缴最低的费用 第六类 对 第六类最低的嘛 但事实上我在国外的收入 是非常高的嘛 对不对 我原讲的没错 但这一点 我们也没办法 查证到他国外的收入 OK 所以这里就造成 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嘛 就是说我们大家 一直在讲的 就是说 这些的寿星阶级 他的一毛钱 都不能够跑掉 所以他依照他的这个收入呢 他必须要去缴 比较高的健保费 然后我们又加了 一个补充保费 他只要稍微加了一点什么 就要再去缴保费 可是今天当我是在国外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人 对不对 包括年轻人 也几乎都在国外上班嘛 但是他们因为是 对不对 包括他们所生的小孩 因为我们是血统制嘛 所以他的小孩 是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健保费 因为在国内没有收入啊 然后你们也不会去查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就是依照基本的费率去缴嘛 但是事实上他国外 他事实上是非常赚的收入非常的高嘛 那这样子公平嘛 你们需不需要就这个部分 去好好去检讨 然后去好好去处理 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听起来是不公平 但是我们没有 全力没有办法去 到其他国家去查他的这个 有关财税的收入 所以这个实物上 所以就不行 那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吗 只有查收入这条路可以走吗 或是你应该有想出一个 其他的办法 否则的话会变成说 我们看到国内有些人缴不起保费 对不对 然后他 那有些人 他事实上在国内是完全 没有任何的缴税 但是在国外是很有钱的 但是他可以去缴最低的保费 然后回来享受 那我觉得说 这其实造成不公平的 那这里面其实应该 会有一些机制 因为原来我们在立法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条线划上去 是非常粗糙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说 社会的线下 其实是各种 五花八门各种情况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让我们的制度能够更细腻 不会让人家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这是 那这里面也其实 我们的在健保这方面 其实也都 还有我们的这个社家署这边 其实应该就整个 这个收入的这个部分 到底是依照的根据等等 应该去做前面的一个检讨 跟全盘的去盘点 可不可以 谢谢 谢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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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